法布尔有昆虫界河马之称 更被达尔文称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法布尔所有的昆虫之事全来自自学 他在南法科西加岛上的教师生活中 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动植物研究者 决定终生致力研究昆虫 法布尔经由仔细观察 从昆虫看似寻常的行为中推敲 反复实验辨证出一套细致理论 观察之余 法布尔更用文学的手法 以平时但缜密的语言 足以精致且准确的素描图片 记录各种昆虫的行为及构造 这套字数多达四百万字的巨著《昆虫记》 在世界各地担负着昆虫生态及行为学的启蒙角色 在台湾有两个年轻人 是法布尔昆虫记的忠实读者 昆虫记书中 对昆虫的观察与描述 深深吸引他们 并启发对昆虫的观察与热爱 我是外景主持湘涵 成为外景节目主持后 我开始注意到并且观察 这些六只角的美丽生物 但在观察之外 我更想知道这些昆虫的一切 我是生态导演员本勋 在一百年前 昆虫学家法布尔也是从观察开始 一步步研究昆虫 阅读了好几本昆虫记之后 我才突然发现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昆虫之一 在法布尔的笔下 却只有一个章节 就像每次我跟本勋 一起到野外观察的时候 也常常会忽略掉他们的存在 甚至一个不小心 就会踩到他们咯 香蓝等一下 注意看 别踩到了 蚂蚁大军 本勋 我小时候就对蚂蚁充满了好奇 你看他们这样子 好像有几条固定的路径 对不对 远远看起来就像高速公路上 车流量一样 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也许他们有一些 我们不了解的沟通方式 真的耶 蚂蚁也是昆虫的一种 我们以前怎么没有想到好好研究他们 是啊 看来我们得再收集更多的资料才行 在那次巧遇蚂蚁大军之后 我还以为本勋已经忘记了 我们说要一起研究蚂蚁的事 没想到本勋已经开始积极的寻找蚂蚁的踪跡 收集有关蚂蚁的研究了呢 本勋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啊 桌上这么多东西 你在做什么啊 我今天没有导览的行程 所以我一大早就来了 正在计划下一次我们野外观察的行程 还有准备这个 羊菜粉 你要做点心给我吃哦 我是要做羊菜丼没错 但是不是要给你吃的 而是要用来观察蚂蚁 观察蚂蚁 喂蚂蚁吃吗 你看这羊菜丼啊 它是透明的 而且又没有毒性 正好可以用来观察 蚂蚁刮掘地道的行为 这道很聪明耶 是吧 嗯 香涵 那你知道蚂蚁也上过外太空吗 我比较有印象的是 猴子啊猫狗之类的 哺乳类动物耶 嗯 差不多在十几年前 美国太空总署有个太空缩计划 他们把蚂蚁送到外太空 还观察它在无重力状态底下的行为 当时他们就是用海藻做成的羊菜凝胶 来观察蚂蚁挖掘地道还有剑巢的行为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当时报导说呢 蚂蚁在无重力状态下的 竹巢还有挖掘隧道的行为 比在地球上更迅速有效率耶 没想到你也读过这事件的报导 因为这个新闻当时很有名啊 那时候的哥伦比亚浩太空所 因为意外失始了 所以连戴亚这个蚂蚁计划也就终止了 对啊 我觉得超可惜的 所以我才查他们当时的报导 想要用相同的材料 重现他们的实验 原来如此 我今天准备的野外观察计划 就是要和你一起去找蚂蚁哦 它们和蜂类一样是摩世木昆虫 算是社会性昆虫中的经典哦 好耶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 那不如你去准备一下 我们就出发去找蚂蚁吧 好 蚂蚁是地球上陆生环境中 最常见的昆虫之一 在分类学的系统里 都属于摩世木 细腰哑木 它们分别属于 狐蜂总科和蜜蜂总科 其中 蚂蚁的亲缘关系 与狐蜂总科中的土蜂和狐蜂 最为接近 社会性昆虫 是昆虫世界中 最特殊的一个类群 它们具备护幼行为 共同竹肠 共同育幼 生殖阶级 与世代重叠等五项特性 这类昆虫 以复杂且精密的社会性结构 称霸整个昆虫世界 如同人类 在脊椎动物中的地位一般 湘海 我们野外观察那么多次 你知道要怎么寻找蚂蚁的踪迹吗 你现在在考我试就对了 我当然知道啊 那你说说看啊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蚂蚁的习性 因为根据蚂蚁种类的不同 它们喜欢居住的地方也不一样 有的是地漆型的 有的是树漆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先观察 这个森林底层的地面 有没有蚂蚁竹槽的土种 或者是如果有小动物尸体的话 蚂蚁通常也是第一个到达的哦 不简单耶 难道你以为会说 啊 本勋啊 我们就在这边撒一点面包屑啊 然后蚂蚁就会来了这样的话吗 看来啊 你现在出门前都会先做好功课了 哎 那还用说除了做功课之外呢 我还有一个藏进人可以帮助我哦 藏进人 诶 湘海 你等等我啦 诶 本勋 本勋你快来看 这里有列蚂蚁大军耶 诶 真的耶 你现在眼睛闭得比我还要锐利了 诶 你看啊 这一列大军里面 有体型很不一样 个体差异很大的蚂蚁耶 嗯 你们现在在看的是李大头佳蚁 具有高度特化的兵蚁是他们最大的特征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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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 因为想说时间快到了 还没有看到你们 那我就沿着路边找蚂蚁 就看到你们哦 哦 所以说你就是传说中的藏进人啊 诶 应该是 秉承是个爱以诚吃的蚂蚁达人 从小就不断钻研蚂蚁的相关知识 并创立了一家台湾少见 以蚂蚁为主题的工作室 推广蚂蚁生态知识 以及环境议题 秉承 你说啊 我们在观察这种蚂蚁是什么蚂蚁啊 你大头啊 我大头 你才大头咧 不是 不是 是因为有一种蚂蚁呢 它叫大头嘉蚁 那因为这种蚂蚁跟它的外形特征很像 所以我们再加一个拟字 然后所以就叫拟大头嘉蚁了 哦 原来如此 那它们现在是在迁徙还是在搜寻植物啊 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藉由观察它的移动路径呢 还有它的特征就可以知道它在干嘛咯 大头嘉蚁与你大头嘉蚁 在分类学上都是嘉蚁雅科底下的两个属 这两类蚂蚁的体色 行为和实性都有些类似 而且都具有特化的冰蚁阶级 不同的是大头嘉蚁的冰蚁只有一种大小 拟大头嘉蚁则会随着潮内资源与任务的不同 产生许多不同体型的冰蚁 体型最大的特化冰蚁 甚至可以比一般工蚁大上五百倍呢 上海 你刚刚说体型差异很大 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一只比较大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 有这个比较大头部的那个就是它们的冰蚁哦 冰蚁 听起来这个名字很威猛耶 对不对 没有错 它们呢就是因为它在先天上的头部比较大 它的大鳄跟它的头部的肌肉发达 所以它的咬合能力非常的强哦 它有负责保护其他蚁群的功能吗 会 它就是在这个蚁群当中啊 担任着一个防御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就是头部比较大 所以它感觉比较笨重 然后移动速度也没有这么快 那其实在一个绿石的过程当中啊 是工蚁掌握全部的工作内容 就是它会先围住这个猎物 那在经由后面的资源就是大型的冰蚁 或特化冰蚁去夹断 或者是对于这个猎物去做一个最精准的攻击 就很像战争当中我们会有坎克车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整个步兵的部分 那步兵就是指这些工蚁了 对 听起来很厉害耶 所以看起来笨笨的 实际上竟然那么狠 对啊 不能小看它 没错 你们看… 这里有一只特化冰蚁 你会发现身上占了很多小工蚁 有耶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 其实原因是在于说 特化冰蚁它的背部是它的弱点 就好像我们人类坦克车上 会有一个机枪手一样 它要保护它的背部 并且它也是一个搭顺风车的一个概念 好可爱喔 感觉其他的小蚂蚁好像就是不用走路 就直接搭了车然后就回去了 但也是顺便保护它 没错 没错 好有趣喔 你们今天特地找我来 是有什么目的吗 因为我们制作了几个 蚂蚁凝胶的观察像 想要看一下蚂蚁 是怎么挖掘地道的 所以想要来这边 采集一些蚂蚁回去 对啊 丙鲜有什么建议的蚂蚁种类吗 如果说你们是要观察 它们挖掘地道的话 那我可以建议你们 就是找一些比较大型的 像是巨山蚁 或是集山蚁之类的蚂蚁 因为它们体型大 竹槽的速度比较快 那你们也比较好观察喔 好耶 集山蚁蚀的蚂蚁 是台湾郊区 最常见蚂蚁种类之一 它们最大的特征 是身上有集刺 蚁群中只有单一形态的工蚁 而没有特化的兵蚁 巨山蚁蚀 则是较常见于郊区与森林里 也是台湾的蚂蚁类群中 各体体型最大的一个鼠 巨山蚁大多具有特化兵蚁 但并不特别仰赖兵蚁防御外敌 集山蚁与巨山蚁的实性 都是杂实偏直实性 也都没有遮针 而是以喷洒蚁酸的方式 防御敌人 多亏了丙城的帮忙 帮我们设定目标之后 我们快速找到这两种蚂蚁 那我们快点带位去观察吧 好 走 本逊 这个观察装置都完成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蚂蚁放进去了 对吧 没错 我们分成两组 一组是这个巨山蚁 一组是黑吉蚁 好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看看 谁挖得比较快 好 本逊 我很好奇耶 为什么他们对我们这样设置 就会乖乖地挖地道呢 这个装置是利用蚂蚁探索空间的一个特性 当这些蚂蚁来到一个新的空间 他们会先在四周探索环境 一旦他们发现他们被局限在这空间中 就会开始从一些比较软 比较脆弱的部分来挖掘寻找出路 哦 这样我明白了 也就是因为这个羊菜凝胶呢 它刚好提供给他们这样的环境 也因为它是半透明的 所以可以让我们观察他们挖地道的情形 嗯 没错 除了我们一起采集的山蚁之外 秉承还另外帮我们抓了一群红蚂蚁 没想到这些红蚂蚁挖隧道的速率 比山蚁还要快耶 真不愧是第七性的种类 这些蚂蚁动作好快耶 想不到没几天就已经挖出隧道了耶 真的耶 那挖完隧道之后 接下来他们会以这些空间为家吗 我们需要喂他们什么食物吗 对耶 我们上次忘记过我们秉承了 他们应该不是随便用个糖果就可以养了吧 不然我们把蚂蚁带着一起去找他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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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回蚂蚁之后才是另一个挑战的开始 到底我们该如何饲养蚂蚁 提供他们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前往秉承的工作室 请教他关于蚂蚁更深入的问题 嘿 本薰香涵 今天怎么有空来呢 我们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 上次采集到的蚂蚁 它挖掘是已到的结果 好 已经有几个地道出现了 还不错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教 你要怎么饲养它们 还要喂它们吃什么东西呢 好 因为我现在刚好要喂蚂蚁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好 蚂蚁的种类繁多 所以它们赖以为生的食物也是形形色色 多数的蚂蚁是杂食性的种类 其中有些种类比较偏好植物性蛋白 也有些比较喜欢动物性蛋白 但也有专食动物性食物的肉食性蚂蚁 有时候它们也会向其他昆虫索取秘露食用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叫你大头嘉义 那它的食性的话 其实在野外它会吃一些活的昆虫 也会吃死的昆虫跟种子 那我们现在就是拿活的面包虫去喂它们 那你会看到啊 它们马上就去攻击这只昆虫 真的耶 爬到它身上 这个从哪儿来的 它很厉害的是 它会直接知道昆虫的弱点在头部 所以它会先攻击头部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回去通知自己的同伴 稍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它们的行进路线会出来 这样子 你看蚂蚁越来越多了 真的耶 怎么那么快 我刚才想说奇怪 怎么第一只第二只是从哪里来的 然后就开始攻击它 多样拟大头加蚁是杂食偏肉食性的蚂蚁 它们觅食的习性是随时有大量的行军部队在朝外活动 侦察工蚁会在队伍的前方随机探索 一旦找到猎物或食物 后方的大军马上可以上前支援 在所有蚂蚁种类中 拟大头加蚁的工蚁体型差异最大 小型工蚁可以迅速反映上前线支援 后方跟进的中大型兵蚁再给予致命的痛急 就像人类的军队一样 不像其他种类的蚂蚁遇到敌人或食物时 还要回到肠穴才能动员蚁巢 那你说这种拟大头加蚁它是杂食偏肉食性的蚂蚁 那有没有那种纯肉食性的蚂蚁 有啊 当然有 我们来看一下刚好旁边这个就是 对 他们很多人都在休息 就是动作好像没有那么活咬对不对 对 所以等一下你为了他们 他们会非常的兴奋 然后会冲出来帮忙 肉食蚁的部分我们也是准备面包虫 那我们过来看看吧 好 好 这边刚好有在密食的队伍 那 他们马上就会冲上去用夹住猎物之后用钉的部分 因为它尾巴有个钉 有有有有 对 弯过来这样遮它 对 这里有没有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们怎么通知他的同伴吧 周边的蚂蚁会有一只会走回去家里 他 他 他 这只啦 这只 好 赶快看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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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有爆洞 他进来了 对 进来爆洞了 那怎么突然醒了 对啦 因为讯息传递回去了 然后又上去 然后外面就会涌出来 有耶 你看 都开始动了 全部都 对 本来在休息的 然后都出洞了 你看 外面 哇 排成一条阵力出来 集体细鳄真蚁是全肉食的蚂蚁 全黑修长的身形是它们最大的特色 公蚁只有一种体型 并没有特化的兵蚁 它们经常以三五只小群体的游击队形式 在朝外觅食 遭遇敌人或猎物时 会先以大鳄咬住对方 再用发达的蚁针猛烈攻击对方 疼痛感更剩一般风遮 所以具有针蚁的称号 接下来我带你们看比较温和 不会那么凶猛的蚂蚁 对 它们的食性我们叫做 杂食性偏素食性 所以它们就不会需要喂面包虫 那为什么你还喂它们喝水啊 刚刚那些蚂蚁都没有喝水 为什么它们要喝水呢 其实这不是水啦 这个是它们的食物 它们在野外呢 其实是吸一些植物的分泌物 或者是花蜜等等的 比较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 它们吃的时候 你们可以靠过来看 它的肚子会鼓起来有没有 嗯 那这个的部分就是 它搬运液态食物的一个方式 那它的容器就是它的肚子 它有个构造叫素揽 那这个构造 就可以暂时性地 把食物存在里面 那它们只要这样子吸饱之后呢 再慢慢地走回家 把食物分给同伴 然后空了再出来 结束这样的动作 就可以把所有的蚂蚁都喂饱了 近期有美国学者 Daniel Sharpnell 所发表的报告指出 研究人员将蚂蚁 以个别标记观察 结果发现在记录时间内 只有3%的蚂蚁一直在工作 却有25%的蚂蚁一直在休息 剩余7%的蚂蚁 有半数时间都没做事 哇 这真是大大颠覆 我们对蚂蚁勤奋工作 刻苦耐劳的印象 秉承 我发现你这个巢穴的样子 很好观察 每一区每一区 这个剖面都知道 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就连猎物被搬进来 也都很清楚 是啊 所以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跟我们带来那个观察的 不一样吗 对 因为其实你们带来的 那个果冻的部分 它其实只适合观察 蚂蚁去挖掘的行为 它不适合长期的饲养 对 所以我们平常会利用 这两种材质去做为 蚂蚁巢的制作原料 那我们选择的就是 外面的这个像石膏 那里面这个叫加气砖 那它有一些特点 就是让我们适合去饲养的原因 就是第一个它会保湿 它可以吸附湿度在上面 第二个它有透气的功能 蚂蚁的竹巢习性 和其他社会性昆虫一样 用来保护整个蚁群 不同的蚂蚁种类随着习性不同 蚁巢会有不一样的位置 形式与结构 它们大多会利用 现有的环境竹巢 有些种类 还会以自制的材料竹巢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蚂蚁它有分很多的区域 我们来看看这个很明显 你看到这里 它这个黑黑的部分 就是它的厕所 它们排泄物是液态的 黑黑的这样一点 所以它们就会来这边上厕所 然后再走到它自己住的地方 然后再来看一下外部 它们其实会有 自己分它们的垃圾堆 它们会有分这样子的区域划分 它们还有系统 对不对 什么都规划得好好的 是啊 那这个以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你看 从现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 然后发展出 像这样自己的一个聚落 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学术专家 他是台大昆虫系的杨景成教授 可以介绍给你们认识 我们从丙城的蚂蚁帝国得到许多 关于蚂蚁的丰富知识 接下来我们就要到台湾大学 请教杨景成老师 关于蚂蚁生殖和帝国如何壮大的秘密 原来蚂蚁的饲养和观察 也有这么多学问和细节 为了更深入了解蚂蚁以后如何创建自己的王国 丙城介绍我们来到台湾大学 拜访杨景成老师 究竟蚂蚁专家们都在进行哪方面的研究呢 嗨 杨老师 你好 我是湘海 宇伦教授 你好 我是粉薰 请进 先来坐 谢谢 老师 我们今天来拜访 是想要请教你一些有关蚂蚁的问题 来对地方 我们这研市就是专门在研究蚂蚁的生态学的 因为我们很好奇 像蚂蚁常常都生活在地底下 它们是怎么进行交配繁殖的呢 好问题 我们实验室刚好有做一些蚂蚁生殖相关的行为的研究 那蚂蚁的生殖行为通常可以分在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婚飞 第二个阶段就是剑巢 那婚飞跟剑巢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行为 可以先从一个巢里面以后开始讲起 大家都以为一个巢里面以后呢 它可能只会生工艺来帮它做工 可是大家都忽略掉了 蚁后还会生所谓的生殖阶级 那这个生殖阶级就是所谓的处女蚁后跟熊蚁 那这个处女蚁后跟熊蚁呢 在有一定的季节的时候 它们就会飞到天空上面进行所谓的婚飞交配 蚂蚁的婚飞季节 一种类而有所不同 最常见的是下雨前后 环境中的温湿度都提高的时候 这对某些蚂蚁而言就是一个昏飞的信号 各个巢里的公蚁会开始驱赶生殖阶级 也就是熊蚁与处女蚁后往洞口移动 首先 来自不同蚁巢的熊蚁便会飞到空中 聚集笼罩在这些蚁巢上空 称为熊蚁云 接下来 处女蚁后随后升空 飞入熊蚁云中 就会开始与一或数只熊蚁交配 它们一旦发现蚁后飞入熊蚁云 就会争先恐后地和它交配 婚飞结束后 熊蚁会立刻死亡 没交配的个体也会在离巢后一周内死亡 成功交配的以后则可以飞行数公里 寻找适合的地点建巢 平安降落到地面之后 它就不再需要飞行能力 会扭动身体 或用后足将自己的两对翅脱掉 钻到地底下将自己关在狭小的地穴中 开始孕育下一代建立新的蚁巢 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很奇怪 那这些 这个蚁后 已经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的蚁巢里面了 那它这个第一代的活客要吃什么呢 这是一个对科学家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们去研究以后就发现说 蚁后其实很厉害 因为当蚁后开始建立了蚁巢之后 开始有小宝宝 它第一件事情 它会牺牲自己的肌肉 尤其是在胸部的飞行机 记得我们刚才说它完全不会再飞了 对不对 翅膀拿掉了 翅膀已经拿掉了 所以它的肌肉已经变成一种营养的来源 所以它的身体里面就会开始有一些机制 让它的飞行机就会溶解掉 转换成营养 再从以后的嘴巴吐出来 喂给它的第一代的小宝宝 所以等这个第一代的小宝宝长成之后 这些活客出去帮它找食物 帮它修补草房 帮它再照顾下一代的弟弟妹妹这样子 所以老师知道你这样说 一个蚂蚁的地下帝国 就是这样从一只蚁后单独 然后开始慢慢的壮大形成的 没错 像这边每一个寺馆都是 每一只蚁后不同建朝的时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只蚁后的 也有开始生蛋的 然后也有开始有几只公蚁在辅助它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这边寺馆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蚁巢的新生 就是从一只以后慢慢的壮大 休闲与学术研究的蚂蚁饲养 虽然所使用的容器与方式有所不同 但是基本的概念是一样的 透过了解各种蚂蚁的习性与需求 提供蚁巢适当的湿度 食物与空间 就可以让族群维持健康逐渐的扩大 接下来老师就要带我们去实验室的 蚂蚁饲养空间参观 这些就是我们实验室的蚂蚁饲养空间 哇 你看这样子 一草一草的对不对 好大的蚂蚁喔 而且每一个架子上面是不一样种类的 像这一草就是黑吉蚁 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少数的蚂蚁呢 台湾的蚂蚁的物种里面它是会吐丝的喔 可是不是看到你这些活客在吐丝 而是它的幼虫是会吐丝 所以当这些蚂蚁想要建造一些物质 来把它的草房盖住的时候 它们就会抓一只幼虫起来 逼这只幼虫从它的嘴巴吐丝出来 所以这些吐丝出来 它们就把它织成像这个 很像布的这种丝质的一个覆盖物 覆盖在草的 所以它是抱着幼虫把它当成工具在用吗 没错 是一只工蚁抓一只幼虫 还是很多只要合力抓一只 一只工蚁抓一只幼虫 然后很多工蚁会去抓很多幼虫 然后就一起组织 好有趣 那除了覆盖草房之外 它们还可以做里面草室的分别 就是这一个是给小的幼虫住的 然后这间房间是给更大一点的幼虫住的 好 像这一草蚂蚁喔 非常特别喔 你们要不要观察一下 注意那个温客的部分 你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喔 温客 我看一下喔 注意一下那些工蚁的肚子喔 肚子 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工蚁的肚子不太一样呢 有点白白的这个吗 没错 就是它 老师它肚子鼓鼓的是吃太饱吗 其实不是 这个蚂蚁叫做长脚结义 它的生物学呢 有点不太一样 有一些奇特 也就是说 大家都以为一般的蚂蚁都是以后在产 可是这是少数几种蚂蚁呢 它的活客是具备卵巢 而且是可以产卵的喔 蛤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 这些卵是拿来喂给草里面其他的同伴吃的 所以这样子就是变成一种额外的营养来源 然后确保这个蚁蚁的营养是足够的 我们发现这可能是它的一种策略 让蚁蚁可以持续的活下去 尤其是在食物比较缺乏的时候 我的博士生呢 他现在正在解剖这个长脚结义的工艺 目的就是要看看它的这个腹部里面 到底它的卵巢里面的微软管到底有几根 所以如果我们要放大这面镜来看的话 你们可以看得到说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脚结义工艺的卵巢 所以微软管的数目呢 在工艺里面可以有一个到四个这么多 当然源不及以后里面有大概两百多个左右 所以如果以这个方向过去的话 你可以发现卵是越来越成熟的状态 所以等到卵成熟了准备要被产下来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边输送到这边的产卵管 卵就可以产出来了 就是整个长脚结义的工艺的一个腹部的结构 里面有脂肪体 这个卵巢 然后到最后的产卵管 有别于人类是利用XY性染色体来决定性别 摩赤木的社会性昆虫包含蚂蚁 蜜蜂与狐蜂 都是以单双套性别决定系统 也就是胚胎具有单套或双套的染色体来决定性别 以后所产下的卵如果有受精 胚胎就会具备双套的染色体 可发育成公蚁或是新生蚁后 而没有受精的卵只有单套染色体 则会发育成熊蚁是一种孤雌生殖的方式 老师 像你之前有提到高等的蚂蚁 它们分工比较细 那这些工蚁的分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这蚂蚁的分工很简单 基本上就是看年龄 工蚁会以年龄转职担任不同的工作 刚愚化的个体会先担任护佑工蚁的工作 负责照顾蚁后 卵 勇 鱼幼城门 但年纪渐渐成长 会开始穿梭于蚁巢内传递食物 清洁修补巢房或守卫巢口 称为清洁工蚁 最后老熟工蚁在生命历程的最后一段时光 就是担任风险最高的巢外蜜食工作 称为蜜食工蚁 所以你看蚂蚁就是这样啊 中期一生就是慢慢累积自己的实力 然后变成强壮之后出去工作 但是我最后老了还牺牲自己耶 对啊 它的一生从年轻到老 都被利用得很完整 对 这就是蚂蚁我们非常觉得有趣的地方 它们牺牲自己为了就是整个蚁巢的完整 为了自己蚁巢的壮大 咦 老师 那蚂蚁们在地底的黑暗环境中 它们到底是如何彼此沟通的呢 它们又要怎么导航啊 才能够这个找到食物还有回家的路呢 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你就想象一下蚁巢 它们这么长久要生活在地底面 然后也要出去觅食 也要面对一个这样子很未知的环境 所以它们的策略早就已经设定好了 也就是说自然借给它们这个考验 它们必须要有一些反应 那这些反应就是它们发展出一个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觅食的策略 这跟它以炒猪状是有非常大的关联 时间差不多了 我可能还要上课 可能就先走了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当停电的时候 你要怎么回到你的房间 可是当都没有灯光的时候 你要怎么找到放在厨房那一盘臭豆腐呢 往这方向去想 就可以回答你们这两个问题 嘿 湘涵 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些蚂蚁的生态 可是连法布尔都没有观察过的 是啊 不过呢 我还是想要模仿法布尔的实验 实际操作看看 也许我们从它的角度 可以体会到它当时的感受 我们去找秉承帮忙好了 好 走 走 关于蚂蚁沟通和导航的能力 我们在杨景成老师那里得到两个提示 于是本勋和我想要实际操作 法布尔当年所设计的实验 希望能够重现它当时的结论 来和我们的答案做比较 于是我们再度来找秉承帮忙 本勋 关于老师给了两个提示 你会怎么做啊 如果要在黑暗中找回房间 当然就是边走边摸 我也会这么做 那臭豆腐就更简单了 你看它味道这么浓 不管它放在哪里 我只要顺着味道的方向走 就一定可以找到它了 难道蚂蚁就是靠触觉跟嗅觉 来作为它们的行动依据 可是法布尔不这么认为 既然法布尔已经想好了好几个实验 我们就来如法炮制吧 赶快开始 在法布尔的年代 普遍认为蚂蚁会利用触角上的嗅觉来认路 但是法布尔并不认同 于是它设计了几个实验来检验它的看法 首先它扫除蚂蚁路径上的沙土 排除地面上有特殊气味的可能 接着它用水冲洗 或用具有强烈气味的叶片来涂抹路面 希望能够改变蚂蚁的路线 你看 椅列出现了 好 我们来做第一个实验 先把它们隔开 法布尔认为说 这些蚂蚁走过这个路径 应该会留下一些气味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气味都扫除掉 它们应该就会找不到路了 乱了 乱了 试看看 好 打开 两边好像有开始在找路 好像慢慢找回路径了 虽然大家有慌乱一会儿 但是好像慢慢方向又接起来了 对啊 好像接起来了 所以就算味道被扫掉了 可是它们还是找到回方向 这样的结果跟法布尔写的很相似 凡是道路切开的地方 它们都表现出同样的犹豫 蚂蚁仍然从原路回来 这也可能是因为扫帚扫得不够彻底 有一些味道的粉末 仍留在原地的缘故 然后我希望试试地试试 那些蚂蚁仍留在一种味道 法布我之前用水去清洗 我们来试看看 你用水 我这边有薄荷叶 好 本薰用水冲洗蚂蚁的路径 虽然让它们一阵慌乱 但是过了一下子 它们又接回原路了 我呢 则是用薄荷叶 涂抹在蚂蚁的路径上 结果啊 薄荷的味道 似乎也影响不了它们往前走的决心 这样的结果 跟法布尔记载的很像 它认为 既然已经排除嗅觉的可能 蚂蚁还是能找回原路 那它们可能是靠视觉辨识方向的 于是 本薰把报纸铺在蚂蚁的路线上 我呢 则是用沙子来掩盖它 希望能借由地景的改变 来干扰它们的视觉 厚厚的一层纱 OK 它们的路径呢 好像稍微被影响了一点点 对不对 原本的路径没有在走 但是它们稍微转了个弯 队伍还是接上的 对 还是接起来的 不管是干扰它的嗅觉或是视觉 它们还是可以找到路 对 对 既不是靠嗅觉 视觉的影响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法博尔当时就推论 蚂蚁可能是靠记忆力 找到正确的路径的 我们来做看最后一个实验 好 就挑这只大致的冰蚁 好 我们把这只冰蚁 从蚁猎中挑出来 嗯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 这里 看看它是不是能找回原来的对立 对不对 嗯 它一直转来转去的 找不到路的样子 得到一个推论 如果我们把一只蚂蚁 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它就会迷路 这个是因为它对这地方 从来都没有记忆 可是这样推论会不会太武断了 也许我们的实验还有一些地方 没有注意到啊 嗯 说不定跟视觉 嗅觉 也还是有关系的 嗯 不然我们来找秉晨 看看好了 嗯 走 走 嗨 秉晨 嗨 秉晨 嗨 哈啰 关于我们刚刚实验的结果啊 影响蚂蚁路径的 到底是 视觉 嗅觉 还是记忆力呢 嗯 其实这个部分啊 关于蚂蚁 法部我这个实验啊 它其实会依照不同的物种的差异 还有你们给予的实验的条件 比如说包含你们刚刚有沙水嘛 那你水给的量 以及你给的范围 还有你们刚刚不是有用扫把扫 这个的范围 然后以及你们撒的沙子的范围跟量 都会影响到它的结果 所以它其实算是一个 还没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实验 好比这个聚餐椅啊 你会发现跟你们刚刚看到的 尼大头嘉椅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它们尼大头嘉椅会排列的非常紧密 然后一只接着一只 但是这个虽然也有排列 只是没有像刚刚那个那么明显 原因就在于说 它们的体型大小差异的非常大 所以它们的气味可以残留的比较久 然后比较强烈 所以它们就不用像尼大头嘉椅排的那么紧密 对 那所以现在普遍科学上的实验的结果 就是说触角跟它的气味 对于蚂蚁的生活必须是非常重要 非常关联性非常强大 那关于这部分呢 我认识一个教授 他是彰化师范大学的林中琪教授 他可以给你们更仔细更清楚的答案 杨景晨老师的提示和秉承给我们的概念 似乎都将蚂蚁神秘的导航系统指向触角跟气味的功能 所以我们来到彰化师范大学 希望能够揭开蚂蚁导航的秘密 请问林中琪老师在吗 老师你好 我是姜凯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就是我跟本勋啊 我们仿效的法布尔做了很多实验 可是对于蚂蚁它到底是有什么特殊的能力 定位跟导航还是没有明确的答案呢 所以我们想来请教老师 有没有更深入的解答呢 而且还有法布尔认为说 这跟它们的触角还有嗅觉都没有关系 而是靠蚂蚁自己的记忆力 那我们想要了解蚂蚁会不会分泌一些特殊的气味 来去寻找它的方向还有跟它的同伴沟通 还有这跟它们的触角有关系吗 好吧 那我们就来好好的探导清楚 那我们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没有关系 那些缘缘的缘缘 像是证据的缘缘 的缘缘 远回到最新的路线 这些人的缘缘 完全缘缘缘 这些缘缘的缘缘 这些缘缘缘 这些缘缘缘 这些缘缘的缘缘 为了解答我们的问题 林宗奇老师带我们来到贵重仪器室 究竟老师会用什么精密科技 来为我们解开蚂蚁的秘密呢 好 这就是蚂蚁的电子显微镜的照片 SEM的照片 那你可以明天看到它的头部 它的胸部 它的蚂蚁会有副饼 这个种类事实上是加雅克 所以它有两个副饼 那在蚂蚁的味道系统里面 它去缘缘味道化 通常会看的是触角 触角事实上是最主要的一个 我们说它味觉棘手的地方 蚂蚁呈L型的西装触角上 布满各种细微的感觉毛 与孔洞构造 具有能够感受触觉的压力感受器 温湿度感受器 以及类似嗅觉功能的化学分子感受器 另一方面 蚂蚁会透过外分泌线体 来释放化学气味 这些化学物质统称为肺洛蒙 它们可以依据不同的目的 调控不同的线体与浓度 分泌出来具有特定意义的肺洛蒙 包含了警戒、追踪、聚集 与性诱引等功能 透过布满化学分子接收器的触角 来接收这些肺洛蒙所代表的讯息 所以触角与肺洛蒙 在蚂蚁的日常生活中 是相辅相成的重要配备 它们可说是嗅觉动物 更严格地说是化学感官动物 老师 像刚刚你讲说 它们沟通的肺洛蒙成分这么多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 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内容物 有哪些种类 还有它的浓度多少的 这样的仪器吗 好 那我们身上有个机器 可以看到你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肺洛蒙的浓度、味道 那它叫肺洛蒙 那我们现在带你过去 好 好 好 我们就藉由刚才说要看肺洛蒙 那我们就把蚂蚁的身体去做些处理 然后它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file放到里面 然后我们就头部、腹部跟脚 那我们藉由个肺洛蒙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面来 它等一下就在机器开始运作之后 它就会把这个机器就把它味道 液体抽出来 它就会把里面的味道分开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冷质的味道在里面 好 我们这边刚才藉由三个sample 就是我们的头部、胸部跟脚的味道 之后萃取过程度然后跑出来 它就需要出来了 那我们把它分开来的话 就可以发现它事实上是有三个不同的level 一个头部、腹部跟脚上 那上面的peak就是分别是一个化学物质被侦测到 那我们在圣里面会看到就是上面的五个 应该是属于的我们说的潮的pheloma 那肚这个东西是什么味道呢 我们叫做警戒pheloma 因为以蚂蚁来讲 它的蚂蚁是雌性的 它有遮针、它有防御 那防御里面就是遮针上面 就有一个叫警戒pheloma的味道 去警告说 当我在攻击或是在防御的过程中 我需要叫其他个体来帮我 所以它就有一个像警爆器的味道 叫警戒pheloma 在腹部才有 它头部、胸部是没有的 那它的脚上味道相对是比较弱的 那如果你把它的尺度再拉高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一些味道 好像有在原本有有些没有 这些味道是脚上通常是属于什么 追踪pheloma 我们追踪的部分 把它追踪过去 这是追踪pheloma 蚂蚁利用发达的嗅觉 与费洛蒙系统和同伴沟通 在暗无天日的巢穴中 可说是最有效率的方法之一 但也因为它们过于依赖嗅觉 让许多小型昆虫或节肢动物有机可乘 它们可以自己分泌或沾染蚂蚁的气味 伪装成蚁巢的一份子 到了蚁巢核心 还能模仿蚁后的味道 让工蚁们不仅不会攻击它 还会照顾它 这类寄生者又被称为蚁客 老师 它在强调这个事情 说它强调这些昆虫能记忆 那我们像综合起来之后 静静知道全面的时候 就知道说原来这味道是input 送进来的资料 它还需要做存档的动作 就是我们说的记忆 要是它没有记忆的话不行 可反过来 要是没有这个进来 这个资料库等是零的 所以资料进来是重要的 记忆重要的最好还是反应 经由老师的归纳 原来蚂蚁不仅很依赖触角和费洛蒙系统 它们还有记忆整合的能力 看来这一百年来科技的日新月异 让我们得到更全面的答案了 而且老师还说 世界上不同环境的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不同的导航方式 本讯 经过这次的探索 我们可以说 其实蚂蚁也跟其他磨赤木蜂类一样 具有高超的指向能力 只是法铺在观察的时候 就像老师提的 受限于当时仪器设备 所以只观察段后段的结果 而忽略了前端 才会有昆虫系上那样的描述 是啊 演化在各种生物上的结果 通常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就算是同一种类的昆虫 也会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棋地 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或是习性 是啊 演化呢 本来就是生物为了生存繁衍 还有适应环境 选拐后的结果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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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